2021年10月1号 印尼刺激医院试营运 印尼刺激医院 本日开启门诊与住院等医疗服务 2013年拟定计划 2015年医院动土 占地2.6公顷 楼高23层 设有576张病床 注重医疗人文 仿效台湾培训医院志工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后动酒楼防疫中心 6月14号先行启用 56张病床立即住满 首位病人是一名产妇 由大爱医院转送 不单是染疫还患有认身毒血症 需要紧急剖腹 妇产科和儿科以及麻醉医师合力抢救 顺利产下一对双胞胎男婴 2012年10月1号 马来西亚奶瓶米铺满 冰城八六拜北海高渊 四所慈悉大爱幼儿园 响应八分宝两分助人好 也推行奶瓶米铺满活动 仿向缅甸农民一把米铺人 不要拥有的 不要拥有的 一把米 拥进去 三个星期 募集74桶米铺满 并有30位学童 借用奶瓶 妹妹你还要用奶瓶吗 不要 隔年一月与家长一起回到台湾 与上人分享成果 2009年10月1号 菲律宾启动以攻殆战 台风凯莎纳及巴马 接连侵袭菲律宾 造成严重灾情 为防止灾区发生疫病 菲律宾分会启动大规模 以攻殆战 每天一人工资非碧400元 我们是鼓励他们说好 你们帮忙做 而且给他们说有薪水的话 他们会觉得说他们有一点尊严 人力加上大型积聚 在重灾区马利锦纳市 与市民齐利清扫家园 从第一天仅有150人 第二天人数增加到上千 十八天完成清扫工作 共计超过八万人次参与 十二月举办感恩祈福会 两万多人起居马利锦纳市体育场 同心祈求天下无灾难 1250位灾民转身成为志工 协助圆满活动